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4.95N的操作安全与保养 我要介紹T4.95N 車廂內部要怎麼來駕駛操作 首先第一個 這個是前進後退桿 我們把它推往前 就是前進往後扳 就是後退 方向盤這邊可以調整它的高度 把它轉開 鬆脫之後就可以調整 高度 這邊是方向燈 的一個操作桿 那我們看一下儀表板兩側 儀表板兩側這邊是四輪驅動的開關 然後另外在方向盤的下方 這個是PTO的啟動開關 拉起來就是啟動PTO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好這邊有兩次桿子 這個是駐車檔 我們一般都維持在開啟的位置 另外這是手剎車 然後右邊的部分 這是變速桿 這是變速桿 變速桿 我們變速桿有1234 這四個檔位 還有一個離合器的一個開關 然後另外是烏龜跟兔子的按鈕 它可以分成 派跟肉的檔位 然後往下這邊 這邊是手油門 手油門的開關 再往下這邊 這一支 是範圍檔 範圍檔這邊有四個檔位 四個範圍 可以操作 好接下來是外部油壓 兩支外部油壓 這一個 是油壓舉聲的微調旋鈕 我們可以 藉由這樣微調 油壓舉聲的位置 調整這個高度 這個是快速舉聲下降的開關 油壓舉聲或下降快速的開關 好 再來 這根柱子上 有電源總開關 也有這一個 差速器鎖的開關 雨刷 工作燈 還有旋轉警示燈 後方這邊是油壓的一些設定 好比如說 這個是油壓 最大 舉聲高度的調整 那左邊 那左邊 這個是油壓舉聲的敏感度 這個是位置控制 最低點 另外這個是下降的 速度 烏龜和兔子 我們一進入車廂之後 我們一進入車廂之後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 蓄好安全帶 那發動車子的話 我們要 先踩住離合器 你確定 前進後退桿 是不是在 空檔的位置 這樣 我們就可以 發動引擎 OK 這個是油壓濾清器 那在另外一邊 也有另外一個油壓濾清器 接下來我們到車子後方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地方 有抑壓油的加注孔蓋 這個拉環 拉環把它 轉一轉 拉起來就可以看到 抑壓油的位置 是不是足夠 那 另外一邊 這邊是 PTO的 變速 變速拉桿 這邊 這邊 可以來更換 PTO的轉速 這邊 是空氣濾清器 空氣濾清器 我們可以把這四個 卡榫把它打開 裡面就會有 空氣濾清器的外管 跟內管 這個時候是要定期做 清潔的 那外管 可以做清潔 外管的保養周期是 每600個小時要做更換 那內管的話是沒辦法清潔的 如果有髒污就必須要把它換掉 那內管的話 一般 定期的保養時速是每1200個小時要做更換 那這邊 是 附水箱 附水箱裡面可以看到冷卻水的這個刻度 刻度在這邊 有一個MAX MAX 就是最高的水位 那我們一般把冷卻水 把它加到這個刻度就好了 不要加超過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邊這邊 一般 我們都要定期的去清理 這個這邊的散熱片 那這邊 也是可以把它抽出來 來做清理動作 像是這邊我們可以把它鬆開 這邊就可以拉出來 另外 在下方這邊 也可以把它鬆開 拉出來 我們就可以用空氣槍 從裡面往外吹 來做定期的清理 這一個 也是油壓濾清器 油壓濾清器 第1個50個工作小時需要做更換 接下來是每500個小時要做更換 這個是機油尺 我們每天都要來檢查一下機油的油量 把這個蓋子 轉開 拉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幾個刻度 第一個是最大油量 最多的油量 這是MIN最小 的油量 那我們這個機油量只要位於這兩個刻度之間 就可以了 再把它放回去 鎖緊 那這個是機油濾清器 機油濾清器呢 是每100個小時要做更換 而第1個50工作小時也需要做更換 這個是柴油濾清器 那這邊有兩道 一個是 這種 塑膠杯的 柴油過濾器 這邊是柴油濾清器 那這個濾清器呢 是每600個小時要做更換 第1次50小時做更換 再來 就是每600個小時要做更換 大陸